大家好,这里是穷色几欲,一个离不开钱的频道 2022年1月,罹患见动症的瑞典知名作家比约恩 选择以安乐此的方式离开人世 而这个话题的重点在于比约恩奇妙的人生历程 他年纪轻轻就当上企业高层 之后更成为联合国的经济学家 眼见前途四景 比约恩却放下一切 远赴泰国丛林出家当和尚 这过程中他有什么体悟 看到哪些不寻常的景象 全都被写进《我可能错了》这本书中 本期影片就要来介绍他的故事 比约恩出生于1961年 从小成绩就十分优异 高中毕业后进入斯德哥魔商学院 23岁毕业很快就找到工作 凭借故人一等的材质 比约恩在26岁那年 就进入瑞典燃气公司AGA的高层 被外界看好旗下子公司最年轻的财务长 看似人生胜利组的比约恩并不快乐 他深刻地觉得 自己像在扮演一个经济学家 一切的目的是要将股东的财富最大化 而他对这根本不感兴趣 并开始反思这一切对他有什么意义 抱怨归抱怨 工作还是要做 不过比约恩并非常人 这种日复一日的焦虑 迫使他找寻其他出口 最终得出来的答案 就是辞职 还不到30岁 比约恩就从大企业高层 变成餐厅的洗碗工 不过这时的他 主要是在大学进修文学课程 这样的生活持续一年 比约恩获得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的工作 走回老路当起经济学家 期间他被派驻印度 并交了女朋友 然而这段恋情并没有维持太久 比约恩在蒙受失恋所苦时 又做出了一个异于常人的决定 他只身前去泰国 到当地的寺院感情疗伤 而这也触发他人生的转捩点 1992年 比约恩在泰国的国际森林寺院正式出家 父母虽然诧异但他们一贯支持孩子的决定 比约恩落脚的寺庙相当特别 院内有许多西方人 人们可以用英文沟通 同时过着无比简朴的修行生活 虽说是国际化的寺院 但比约恩的比丘生活并不轻松 他每天清晨三点起床 半小时后到禅堂集合冥想 等到太阳升起 所有人会到附近村庄化缘 结束后 比丘们会在早上八点半用餐 这将是他们一天中唯一的正餐 之后便是自由活动时间 直到下午三点开始劳动 下午五点左右简单吃过饭 接着便是晚上的讲课 影响与诵经 最后会在晚上九点左右就请 这样极度规律的生活 占了比约恩整整七年的人生 这段期间 他阻绝了西方的流行文化 也彻底远离竞争的职场 寺院生活使其秉除纷乱的杂讯 得以倾听内心的声音 七年过去了 比约恩决定回到欧洲 去到英国的森林寺院修行 想不到 这次决定 让他遭受到预料外的文化冲击 跟全境推崇佛教的泰国不同 许多英国人对僧侣并不友善 比约恩就曾在化缘时 被路人臭骂 要他去找份工作 更让他诧异的是 他所在的英国寺院 生活起居杂乱无章 这让他十分不适应 但比约恩也在这时领悟到 学会放下的重要性 又一个七年过去了 比约恩搬去瑞士的森林寺院 这里跟英国截然不同 一切都井井有条 完美凸显出 瑞士人管理组织的能力 与泰国不同 这里先进且自由 僧侣们平时可以上网 也能到壮丽的山岳中践行 但这时 比约恩再度体会到 人生的曲折 在瑞士期间 比约恩确诊罹患 罕见的自体免疫疾病 这时他内心再次想起一股声音 他想回家了 还俗后的生活 并没有比约恩想象的那么简单 当时他年满46岁 已出家了17年 虽然曾在企业高层工作 但他当下的自我认同与生活模式 早以比丘的生活为基础 回到故乡瑞典后的比约恩 虽有来自父母的支持 但罹患喊病 且失去工作能力 没多久 忧郁症就找上门 这时的比约恩 被强制拉回现实层面 他开始质疑 在自己人生最精华的时期 花了17年提升心灵 最终的结果 就是没有妻子没有工作 也买不起车房 长达一年半的时间 他深陷黑暗情绪那一字八 直到有人鼓励 他在瑞典开冥想课 才让比约恩看到人生的曙光 在当年的瑞典 这类课程还不盛行 比约恩评见奇特的人生历程 加上独有的魅力 使其相当受到欢迎 不仅在民间爆红 受众也扩展到民营企业 与政府机关 之后更受到瑞典国家电视台的邀请 上节目分享他的人生经历 就在这段期间 比约恩认识了伊丽莎白 两人顺利步入婚姻 回顾自己的前半段人生 比约恩也曾想过 如果不曾辞职出家 自己的生命会有哪些不同 他说 自己曾对未来充满焦虑担忧 想快转人生到退休 20年过去了 他活出不一样的人生 虽然物质层面 肯定没有原本优渥 但却扎扎实实地感受到 生命的重量 可以与身边的人们 分享真心喜爱的事物 然而生命总是无常 疾病再次缠上比约恩 2018年 比约恩确诊罹患见动症 被医生宣告 最多只剩下五年寿命 这种疾病会剥夺患诊的运动能力 让意识被困在 逐渐萎缩的躯壳 确诊当天 比约恩崩溃痛哭 他很难接受自己 无法与妻子终老的事实 也害怕生命终结的瞬间 但多年来对心灵的训练 让他能从不同的角度看待绝症 他曾在泰国的寺庙禅堂 看着一顾僧侣的骨骸 休息的过程中 比丘们时刻被提醒 生命总有结束的一天 比约恩坦承 自己患病后感到悲伤 但从未对命运感到愤怒 他把人们比喻成树木上的叶子 大多数的树叶 会在枯黄变色时落下 但少数会在翠绿时掉落 而他感到庆幸的是 自己可以毫无遗憾地 回顾诊断人生 虚择的生命历程 以及独到的感悟 让比约恩的著作 《我可能错了在瑞典热销》 全书最核心的想法 便是放下控制的欲望 比约恩认为 在人生的道路上 几乎每个人都背着两个大背包 一个是跟过去有关的想法 另一个是对未来的期盼 这两个背包虽然重要 但偶尔要放下来休息 让自己好好活在当下 但要能当真放下 关键就是控制外界事物的欲望 人们在面对不确定的事物时 必然感到担忧恐惧 因此会想制定计划 来控制这些不确定性 比约恩认为 规划未来很好 但不该认为计划都必须实现 勇于面对不确定性 才能达到心灵的成长 而他给出的答案 是承认自己一无所知 也就是书名说的 我可能错了 人们不该预期生活 必然会按照计划发展 当事情不如己意的时候 不妨放开双手 让事态自然发展 这套做法跟当前的主流观点 并不相同 人生中的许多决定 也必须事先规划 才能运作 比约恩认为 顺其自然不是万用界 但在这个繁忙又冷漠的年代 放松会带来很大的帮助 重点是要在每个当下 都为自己的决定负责 问心无愧 且不留遗憾地度过人生 总结来说 比约恩从人生胜利组 走入泰国寺庙当僧侣 放下原本即将拥有的一切 反而赢得计划内不存在的自由 而他的一生命运多舛 早已无数变故 但正也是这一于常人的旅程 带给我们更多反思的细节 朋友们对当前的人生有哪些看法 也欢迎留言分享你们的敬遇 好了 这集的穷车就到这里 对这个话题有兴趣的朋友 不妨在下面留言 聊聊你们的想法 喜欢我们的话可以加入频道会员 除了可以使用可爱的重奢军贴图 还能支持我们维持日更创作 期待你的加入 拜拜